思緣 真的對不起 我沒能讓你早點回家 可是我真的沒有要故意丟掉你 那 故意丟掉我的人是誰呢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丟掉你的 姐姐 都到現在了 你還不肯承認你做的錯事嗎 我淪落在外二十年 我只是想讓你承認 對我做過的錯事有錯嗎 對不起 我以前做了很多對不起你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沒有故意要丟掉你 你聽我說 思緣 你知道你的親生母親是誰嗎 親生母親 有一種鳥 會故意把蛋下在別的鳥巢裡 褲鳥長大以後 他就會把其他的蛋 推出鳥巢 讓自己 成為宿主唯一的孩子 當然 這隻鳥媽媽 也不會離褲鳥太遠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的親生母親 就是我的養母 敏秋霞 敏秋霞 這怎麼可能呢 你不相信什麼 你可以去我家看看 他收藏了你多少簡報 偷拍了你多少照片 這麼多年了 你難道一直都沒有發現 有一雙眼睛在暗處默默地觀察你嗎 他親眼目睹你把我丟在遊樂場 為了讓你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 才把我帶走的 我母女倆做了那麼多事 我要一句道歉過分嗎 不 不 這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真相很殘酷吧 葉凡興 你和你的親生母親 曾經坐在同一個屋簷下吃飯 但是很可惜 可惜你卻不知道她是誰 現在我的感受你能體會了吧 你不要搬一個死亡對證給你出來 你不要搬一個死亡對證給出來 如果她是我媽媽 她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你以為她不想告訴你嗎 她臨死前讓我打電話給你了 可是你那個時候在幹什麼 忙著準備你幸福的婚禮嗎 看到我的電話 避之不及吧 你忙著阻攔我回家 卻阻攔了自己最後一次 能見到你的親生母親的機會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 你知道你的媽媽有多愛你嗎 你知道她在你背後 為你付出了多少 你知道你媽媽為你犧牲了多少嗎 你都不知道 你在幹什麼 你在霸佔別人的媽媽 如果你沒有做這些事 早點發現的話 也許你現在 還是一個有母親疼愛的孩子 可是現在呢 你現在只是一個沒人疼 沒人愛的夜繁星 不對 是假夜繁星